日前急急火车站前展出500只只雕石虎 大受欢迎 而很多民众向工作反应 展出的时间太短感到相当可惜 为此急急政工所特别向主办单位争取 留下10只只石虎 并加码在急急火车站展出只雕石虎 因为上次我们这个石虎的快散活动 就是受到民众的热烈回响 那所以那个我们政工所这边 政长这边也特别的在跟主办单位呢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留10只的石虎呢 在我们的镇上呢 提供给民众来参观 就是做这个延展 那预计现在就是在12月的周末 14.15号 如果当天的那个天气情况是允许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这10只石虎 一样是展示在我们的火车站这边 给民众来拍照 县意员陈昭玉肯定工所的用心 也欢迎喜爱石虎的民众把握机会 前来积极参观 所以在上个礼拜 我们做出500只现场石虎的一个展演 受到大家很热烈的一个支持 但是毕竟时间有限 跟经费的一个受限 但是很希望这一次错过的好朋友乡亲们 不要失望 我们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 我们特地情商还有老十家 老十家要专业和大家来分享 希望说这次大家可以八百两家 带你的几十四来积极意欲 然后对我们石虎的一个保育 有具体的行动 十只纸雕石虎最后展出的时间 在12月的14、15号 并在火车站前展出 陈议员希望民众能够把握最后的机会 来看可爱的石虎 记者邱平逸 几期采访报道